好我们来看geometric progression gp ok gp呢他是sequence 然后是重复的乘 然后他的重复的乘那个号码叫做common ratio ok so这一个呢 对我来讲就是属于那种小学的时候 数列啊 ok 然后这一个数列呢 他在这边是重复的乘 ok 然后他也可以其实是重复的除啊 但是在数学里面我们都是讲重复的乘 他除是什么呢乘一个分数 这样这样除二就乘二分之一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r 呢是他的common ratio 然后我们的 gp呢他第一个是 a 第二个 ar ar square 然后继续他的这一边我们的 tn 就是 a r n 减1 所以我的 tn 等于 a r a power a r power n 减1 然后 gp 这一边的 sn 呢 他有两个 一个呢是我的那个 r 大过 e 的时候 我用 r power n 减1 不 r 减1 然后可是我的 r 小过 e 的时候呢 我就用 a 1-r power n 1-r 其实你所有的 case都用 任何一个都可以 因为这两个其实是同样的 ok 为什么这两个是同样的呢 你看啊 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东西 ok 我在这一个 我上面那一边 下面我乘减1 下面我也乘减1 所以他会变成 a 然后减 r n 加1 然后 over 他这一个是 那一个呃 减 r 加1 这样这一个也嘛 不就是 a 1-r power n over 这一个1-r 然后跟另外一个是一样的咯 所以这两个 formula 其实是一样的 你用任何一个 formula 找到的 sn 都是一样 可是这个时候 就会有学成分哦 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分两个呢 啊为什么要 r 大过 e 的时候 用这个 r 小过 e 的时候 用这个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分母才会变成 positive 然后我的分母才会变成 positive 因为我的 r 大过 e 的时候 大过 e 的东西 减掉 e 它是 positive 小过 e 的东西 一减掉它 会是 positive 的 如果我是减5 一减减5 6啊 啊 0.5啊 一减0.5 0.5 ok 它持续只是要让它分母是 positive 罢了 所以你用哪里一个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过后会另外的 一个影片来讲解这个 tn 怎样找到 还有这个 sn 怎样找到 不用了 tsn 我在 才讲啦 tn 的这个不用了 tn 的这个非常简单 我的t1是 a 我的t2是 a r 我的t3是 a r 2 然后我的t4是 a r 3 这个其实是 r power 0 这个是 r power 1 所以它是 a r 1-1 a r 2-1 a r 2-1 a r 3-1 然后 a r 4-1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1234 配着一个1234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tn 等于 a r n-1 然后 n 等于123... 这样 然后 啊我另外的一个影片再来讲 sn 的 怎样 proof 然后在这一刻里面呢 他有一个东西就是 sum to infinity sum to infinity呢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的r 必须是在减1跟1之间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s infinity会变成a vr 1-r 这一个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s infinity呢 他是属于那一个 呃 什么啊 呃 s infinity是属于s啊 长处的一种题目 so 我们的s infinity 他是从 sn 的 so 他这一个整体 其实是 r 小过 e 那一边嘛 所以他的formula 其实是 a 1-r power n over 1-r 然后我的 r 在0跟 e 之间 然后讲老师我的 r 其实是 0.999 9 很大的一个号码了 很靠近 e 了的 这样我的 r infinity r n 会 在那一个 r r n 呢 当我的 n 去 infinity 的时候 我的这个 r n 呢 会变成那一个零 你看啊 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0.999 0.999 假设我是 power 然后1000 这样 他看上来还是 才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小数吗 然后我再加多几个零下去 它变成零了 所以我的 power 够大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一个 r n 会变成零 ok so n is sufficient 这一个会变成零 ok chun的笔记这边 他写错了 这个应该会变成零 ok 就是说当我的 n cheat infinity 的时候 我的 r n 会变成零 ok 然后 limit 当我的 n cheat infinity n很大的时候 这样我的 r n 呢 able 一件啊 ok 然后接着我们的 r 呢 其实是 r 呢 是第二个除第一个 然后他也可以是第三个除第二个 然后他是后面的除前面的 也就是第 n 个除 n 减 1 然后我的 tn 等于 sn 减 sn 减 1 这个呢 就是他题目他给你 s n 的 formula so 他题目给你sn 的 formula 的时候呢 我们有套路了 套路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 a 其实是 t 也就是 se 然后我的我找出我的 s 2 然后过后呢 我再来用那个这个时候 我找出 s 2 的时候 对讲我 n 等于 2 我找出 s 2 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又再分两个 case 如果他是 a p 的情况之下 我的那个 啊没有 就 s 2 是这样了吗 然后我的 t 2呢 就是 s 2-se 我找到 t 2 当我找到 t 2 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 case 一个是 ap 一个是 gp 然后我用 ap 的话 我的 d 是 t 2-t 1 然后我的 gp 的话 r 是 t 2除 t 1 这样你有 a 有 r 接下来就容易了 ok 然后你的 tn 等于 sn 减 sn 减 1 这个是标准的一种写法 但是你的 algebra那边要做到很难 你 ap 那边有做过这种类似的东西的话 你就懂我在讲什么 好 这个就是 gp 的整体概念 so gp 这边我们重点就是 tn 等于 ar n 减 1 tn 等于 ar power n 减 1 然后 sn 等于 a 挂弧 r power n 减 1 per r 减 1 或者是 a 挂弧 1-r power n 减 1-r 然后 s infinity 是 a per 1-r ok so 他比较起 ap 的话他算是多了 一个还是两个formular 这样了 s infinity 多了一个 ok 因为我们的 ap 那边他就有 那一个 sn 他有两个吗 一个是 m 2 a 加 n 减 d 另外一个是 m 2 a 加 l 吗 所以 ap 那边三个formular gp 这边四个formular so 整个其实严格来讲 只有七个formular罢了 然后formular其实很少 但是他的应用题可以出到非常的复杂 然后他应用题出到很复杂的时候呢 他需要什么基础呢 他需要你form 2 chapter 5 圆圈 还有form 2 chapter 6 volume surface area的那些基础 你在做他应用题的时候 你是会用到form 2 chapter 5 chapter 6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先生都会跟我讲 哎老师有没有给formular的 然后form 2的时候他有给啊 form 3的时候他有给啊 那个form 2 chapter 6的那些 然后来到 mx的时候他没有给 你没有背的话你就不会啊 就是这样 好